一 二 三 愛台灣 睡啦 拼湊出台灣地圖 台北市長柯文哲和現場貴賓 進行開幕儀式 出席由北市文獻會規劃 愛台灣的外國人特展 呈現出百年來十位外國人士 熱愛台灣這片土地 做出許多無私奉獻的故事 我們應該 怎麼讓整個台灣可以更和諧 更團結 是不是透過這些外國人的故事 來讓我們了解 台灣應當成為一個 更和諧的社會 這麼多外國人 我們一共集結了十位 有來自加拿大 然後還有愛爾蘭 還有日本等等的不同的人 那這些人他們加起來 總共在台灣待的這個年數 絕對是超過一百年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是超過百年的情感 掃描QR Call透過手機 可以和現場的展覽品進行互動 更加了解馬接博士等人 在台灣付出的點點滴滴 更透過有趣的多媒體科技 邀請參觀民眾 邊跑步邊和展場中的主題人物擊掌 你只要掃描就可以加入 跟他對話的聊天室 然後透過這個生動的對話 你可以看到他來到台灣 他叫什麼名字 他來到台灣什麼時候來的 然後做了什麼好事情 後面最後還有一個體感互動 就是你被及時去背 然後在裡面跑 然後可以看到HIFI集長 然後透過這個集長 好像參與到他們的人道的 這個整個道路 透過各類影像 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及照片 結合數位互動科技 讓民眾更加了解這些外國人 曾經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有過許多無私奉獻的故事 展覽圍期一個月 有興趣的民眾 不妨前來台北的西本縣寺參觀 人間會是李一如 蔡宜輝 台北採訪到